乌克兰与俄罗斯都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国 两国的小麦出口量占全球出口量的大约三分之一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小麦的价格持续攀升 让不少国家的商户和消费者遭受了冲击 近日 乌克兰政府对小麦等农产品实施出口禁令 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全球粮食危机的担忧 随着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 黑海港口贸易遭到严重干扰 小麦等粮食的价格不断被推高 除了农产品下游加工厂要维持高成本运转 消费者也将最终为此买单 事实上 如今乌克兰的小麦等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都成了问题 近日 为保证本国粮食供应 乌克兰政府宣布禁止出口对全球粮食供应至关重要的小麦 燕麦和其他主食 根据乌克兰政府公告 农产品出口新规还禁止出口小米 乔麦 糖 活牛 牛肉以及其他牛腹产品 此外 有报道表示 因肥料 燃料和出虫剂等物资短缺 乌克兰今年的小麦产量可能大幅减少 有分析称 如果乌克兰小麦减产 将对全球粮食价格构成新的打击 届时 不止英美等发达国家 中东北非地区也将遭受不利影响 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显示 黎巴嫩进口小麦的一半由乌克兰供应 突尼斯42%的进口小麦来自乌克兰 也门的这一比例接近25% 对此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高级发言人 表达了可能发生全球粮食危机的担忧 Any serious disruption of production and experts from this region, from Ukraine, from Russia will erode food security for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You will feel the impact in the UK You will feel the impact in many places in Europe and especially in the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like the Middle East, Africa, some countries of Asia You will feel the impact in the UK